第一次要拍的時候呢 我去敲門敲了兩年 沒有人要投資就不行 然後拍錢不夠用的時候 真的是一邊拍一邊錢不夠用 第一天啊拍戲啊車就被拖走了 蛤 我們一邊拍一邊手發抖了耶 歡迎回來這一集的 你OK嗎 今天我們請到的嘉賓 不得了啊 Guys我們有新加坡 著名的導演 梁志強導演 Yeah 嗨嗨嗨 大家好大家好 Yes 那些太年輕的觀眾喔 你們有可能不認識梁導 不可能 不可能 梁志強在TikTok欸 對對對 所以我們全部那些經典的作品啊 小愛不笨 全部夠用 近期的 阿格斯哥阿咪 寶山王 是 都是出自我們梁導的手 對不對 Thank you thank you 謝謝 我們有榮幸今天請到梁導來 等一下我們爸都還知道 今天我們大致上要聊的是 梁導在1998年出了兩部電影 OK 第一部你們都會懂的 叫全部夠用 因為這是新加坡的經典 第二部叫殺手一出手 OK 然後殺手一出手是那個其實有贏獎項的對不對 殺手一出手其實呢是一個 當時是一個VCD VCD 因為當時那個年代 VCD是一個新的平台 以前我們最多只是電視 然後拍短視頻 你基本上沒有平台放的 所以VCD好像是一個platform這樣 所以當時我們就拍了一個VCD 因為他那時候 第一部拍的錢不夠用 然後錢真的不夠用 沒有辦法再拍一部更像樣的電影 所以我們就走VCD VCD的製作就比較簡單 比較好玩 那個殺手一出手呢 他不是 不是一部電影 他只是一個VCD 他只是一個VCD 但是那個是隨著錢不夠用之後 然後推出 所以關注度很大 OK OK 我印象中的兩島 是做搞笑行動 搞笑行動 對 梁思琦妹 搞笑行動 全場腦紅紅 搞笑行動 全場腦紅紅 所以為什麼你會從綜藝 跑去搞電影 其實這個說來 真的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來來來 因為我們在拍做這個綜藝節目的時候 我從1990年代 就開始做了這個綜藝節目 搞笑行動 那個時候 我跟林一鳴兩個人搭檔 是 OK 然後反應非常好 所以我們本來只是做一個單元 後來再變成一個節目 那那個時候我們也很多創意 我們有很多 其實你現在看到很多 YouTube上面的那些短片 有很多都是跟當年的搞笑行動 是差不多一樣的 經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他其實大家再拿來重草一次 你換一個背景換一個人 然後你就是新的節目 那麼綜藝節目做久了 說真的你也會疲憊 OK 說真的我們能夠維持搞笑行動 做了十年 你現在十年 每個禮拜一 八點鐘到九點鐘 一定要有半個小時的搞笑節目 幾本誰寫 我們寫的 一個人寫還是 不是一個人寫 我們通常會有電視台的撰稿 然後我會跟撰稿緊密的配合 然後最重要的關鍵是來到 下午 就是晚上直播 下午的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彩排 我們從早上十一點 一直排到晚上 一定是隨隨出去的 搞笑行動是直播來的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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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講做直播 這種直播 我告訴你 我們很早以前 我1980年代 就開始做第一場直播 那個時候直播是很怕人的 但是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 馬來西亞那邊的觀眾 累積的相當多 我們都不知道 看不到comment 沒有comment 但是如果你講錯話的話 他立刻duty officer就收到電話了 你看現在我們做live都那麼爽 沒有人管 錯話 什麼屁都可以講對不對 他那邊沒有的 講得很清楚 而且其實還寫稿給你 如果你沒有按照這講的話 你等一下一定被罵到錯頭 不可能沒有忘辭過 所以我們還是會忘辭 但是我就是其中一個 每一次不要照稿念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對詩句的看法 跟他們太不一樣了 對不對 我知道這樣這樣這樣 會有一個punch night 但是他們不知道的人 他們寫寫寫寫 他們沒有概念的 所以你看他寫完了之後 你還要根據他寫的 我會不會再加入 我們的comment elements 才會達到一個效果 我從中語節目 MediaCode中語節目 開始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一個一個的 一步一腳印的跟著跟著 是在什麼時候 讓你決定講說 OK 我覺得我做夠中語了 我要去嘗試點 對 所以我要跟你講 就是說 搞笑行動 一直這樣做做做了十年 後來我們發現 我們該搞的效 該挖的效 OK 已經全部挖光了 你懂以前我們怎麼挖 挖笑話嗎 這個有時候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時搞笑行動 我抓到了一個竅門 比如說 這一次我要講學生 學生的內容 你要從哪裡來分呢 老師最喜歡的學生 老師最討厭的學生 學生最討厭的老師 學生最喜歡的老師 老師最喜歡的家長 老師最討厭的家長 OK 你就這樣交替交替交替 你的內容 Map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頂 就好像 dive out 有一點 所以我們的這種內容 我們可以做至少半年 所以為什麼要停下來呢 因為我們已經發現到 到一個階段 你真的不會懂了 我們叫做瓶頸 打拖 後來我就跟大家講說 我們現在只剩下什麼 還沒有做 大家就說電影 就是這樣 剛好那時候電影也是剛起步 我跟你們說 It's all about timing Eric Koo 他找我來演他的一部電影 OK 真正開始拍電影的人 是Eric Koo Eric Koo 他是拍那種很藝術片 他也不懂什麼叫商業片 但是他會有他的內套 所以他拍了一部戲 叫Me Book Man 他給我看那個Me Book Man 我看了 我一直堅持堅持看到完了 講什麼 我真的是 那是非常意思 我跟你講新加坡剛開始拍電影的時候 那次導演都很喜歡拍一點 粗畫的 拍脫衣服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突然之間突破了 那個極限 包括李國王 李國王他拍那個 錢不過用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電視還不能夠抽菸 OK 他說真的可以抽菸 我說可以 我死了 因為他一直覺得他抽菸很像劉德華 不是 中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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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跟你講 他就是這次拍抽菸之後呢 他從此發誓他就不要再拍抽菸的戲 太多了 因為你們都知道對不對 對 抽菸要抽菸 我又拍過抽菸的時候 那個空低要痛哭死你了 對不對 我們就是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之下 把電視的一些內容 慢慢的轉過來電影 所以錢不過用啊 你要第一次要拍的時候呢 我去敲門敲了兩年 沒有人要投資這部戲 就是那部大賣的戲 因為他們問我幾個問題啊 他說啊 你的電影啊 有沒有飛車的 我說沒有 那脫衣服 我說也沒有 這樣我投資 觀眾要看什麼 就是看我們啊 你們每個禮拜一大家都看到嗎 幹嘛要看你們呢 還禮拜一都搞笑了嗎 搞笑免費的 幹嘛還要去電影院 我說不一樣啊 真的不一樣 我說我們想拍美國人拍不到的 他說美國人怎麼可能都拍不到咧 我說拍新加坡的時候 美國人就拍不到 對對對 對不對 一直到最後呢 我們就碰到了一個公司 剛好它是廣告公司 它也在轉型 它也是想嘗試做那種電影什麼的 它又有器材 那什麼什麼都有 所以我們就啊 你有器材啊 你有人才 那麼我這邊也有人才 我就帶我的人過來 這樣子呢 就拍了這個錢不過用 然後拍錢不過用的時候 真的是一邊拍一邊錢不過用 第一天啊 拍戲啊 車就被拖走了 蛤 誰的車 蛤 公司的車 為什麼咧 你的公司怎麼是錢不過用 沒有Hard start 哇 哇 你們很勇敢 我們一邊拍一邊手發抖了 他說 欸 怎麼辦 你的車喔 被拖走 我說 什麼車就被拖走 我們拍戲用的製作品的車 被拖走了 那怎麼辦 然後就打電話給老闆 老闆 你的車被拖走 沒事沒事 我一付一點錢就回來了 他套回來去解決了 這是他小事情啊 可是後來我們在拍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到什麼 因為新加坡那時候拍電影 我們也沒有技術 沒有人才什麼都沒有 他CAMERA又不是屬於這種 Normal的CAMERA CAMERA還要裝鏡頭 還有這個 很早其實第一代的 FILM CAMERA MG就是浪費掉那個影片 重點就是 不像現在啊 我們的CAMERA都很近 他有一個MOTO 驅動他的那個影片 膠片嘛 所以他一按BUTTEN的時候 他就OK 3 2 ACTION 然後他很MOTO就 BUTTEN 然後我跟你講話 你來了 你講話 你講話 你好 你們怎麼CAPTURE他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不懂 因為跟他BUTTEN 我們覺得好像很自然這樣 然後就回去看 然後每一個鏡頭都BUTTEN OK 然後問題就來了 就是我們剪片的時候 他算那麼多修掉 不能夠修掉的 我當你做什麼 BUTT 我還說吧 後來想到要去BUTTEN 可是我國王講的話這麼快 不會跟他 好就不好 對 從以前就不好 然後真的還是不好 現在他們DGTEN很容易BUTTEN 以前沒有DGTEN也很難BUTTEN 我們BUTTEN大概一場 我們就快死掉了 而且一BUTTEN 整個表情也不一樣 全部不對 所以我們後來也就完全放棄 最後呢 跟一個專家講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你有BUTTEN 你放一個音樂跟他蓋掉就可以 蓋得掉 蓋得到 所以你們有經驗 你們就從飛圍巾看 你那個歌 不可以蓋得到的了 所以沒有啦 沒有啦 所以就是變成這個 我跟你講 BUTTEN 叮叮叮叮 還有音樂 很煩啊 對啦 所以我們就盡量 拿那些不會吵的盡量 但是基本上還是蠻吵的 老百姓沒有錢了 不要錢就推出去 能夠拿多少錢拿多少錢 真的就是那種心態 然後後來我們的記者會太好笑 我們的記者會 我們不敢給大家去戲院看 因為戲院很吵嘛 所以我們就想到一個無聊的方法 我們要叫他們去Conference Room看 這聲音很吵什麼 聲音很吵我們就怪電視機 電視機有點壞 抱歉 不然你都賣了都賣 我們這樣的方法都想出來了 奇蹟就發生了 就真的 全部的記者坐在 Conference Room 看一個 就普通的電視機這樣看 普通的電視機 有屁股了 還不是要有意義 那一位要有意義 大家就在那邊看那個人 然後我看完了之後 所以演員就在 那個一個dieter裡面 就stand by 準備要接受問題 我在跟國王這樣 我夾得了 一定是甩我們 甩得很夾的 不便 天天有名 然後坐下來之後 第一個問題問的 請問一下你們怎麼設計這個台詞 那個阿龍啊 那個阿龍啊 那個阿龍 那個阿龍 真的很真實 很準確 很準確 為什麼 怎麼這麼正確 我說其實我沒有寫的 我就叫他自己講 對 對 對 Oh my god 你知道嗎 Basically he's also he experienced a long life before so he can say it very accurately 然後大家就開始問 哦 那問題啊 最後啊 沒有人講這個騷有問題 沒有人注意吧 很奇怪的就是 最後大家就覺得 是一部 very entertaining的一部電 就是他的內容 已經 outshine 那個technical problem了 是 所以這個電影裡面 很好笑 我們那時候還做海報 我們真的是 不會嘛 然後老闆就印一個海報 是 差不多是B3 size B3 A4 兩個A4就是B3 size 好大老闆 海報裡面這樣小 哎呀沒有吧 這很好講 可以可以 你要貼在那個 那個黎盧那邊 戲演了很多人 每天海報都大大張 當 只有一個小小張 但是你看 以我們現在的角度 眼光來看是不是 這就是一個 marketing strategy 對 而且不公用 這是一個marketing strategy 所以我跟你講 很多事情要誤打誤撞的 你知道嗎 反正這部電影很奇怪 就是靠口碑 當時的票一張6塊半 6塊半 我賣了大概600萬 接近600 A million of people 去看這部電影 一個million的人去看 然後你會看到 很多感動的產品就是說 他們抱他的阿嬤 他們在倫理上 就是要看這部電影 為什麼 從來沒有一部電影 是用方言講的 是我們的方言講 然後講到這個方言的 這個這一塊 它其實也是一個故事 我們的電影 拿去Approver Sensible Approver 一Approver之後 媒體就開始寫 哇 80%ILEC 通過了 沒有 那個批准的人 應該是丟 沒有 說回去了 別說回去了 Sensorship resensorship 蛤 怎麼辦 大家緊張 拿回去 拿回去之後呢 那時候是 George George是 Minister Minister of Culture 然後他首先好笑 他就拿這部片 給他office的人看 你看看 他問你有沒有覺得 出去怎麼樣 他看了沒有看到 這是一部啊 講新加坡人的Live 很棒的一部 I really watching loving You know 所以他們說 It's very entertaining We should go on 然後這個George George還很小心 他就好像問一個 講華語運動的一個主席 所以他給他看 那個人叫做黃昭虎 I still remember his name Because he is the one who say okay everything okay Minister就覺得 OK啦 既然這個部門 專門看這個 華語講華語的部門的人 他們也OK 他們為什麼OK 你知道嗎 因為我在拍戲的時候 我們已經很小心了 小心什麼 只有小孩子講方言 大人喔 全部講 可以參與福建話 跟這個華語 因為我要呈現 很真實的一個情況 因為那時候我的小孩 大概跟戲裡面 那個小孩差不多吧 所以我們也是 給他們講英文 然後回到我媽媽的家 我們就講方言 這種東西 所以我在整個戲裡面 用這種方式呈現 變成了這部電影的一個風格 我們講到電影 早期跟現在 因為時間過了蠻久的 98年到我們講 2023、24年 現在跟以前當然器材上 工作上都會不一樣 太不一樣 但因為網上 那時候你拍 尤其是Argas的時候 把他們講他們花錢進去看 兩個小時的廣告 這個因為我們自己是做影片的人 我們了解 這個我了解 對我們也是了解 把它會不會影響到 因為你看啊 sponsor進來 我們身為導演 還是我們製片 我們有錢我們一定要拿的 只是我們要怎樣去input而已 他的整個的那個arrangement 有沒有在某一方面 限制到了你的創意 當然 一定會 一定會 但是我覺得 這個是practice make perfect 但是一定要體諒 其實今天就利用這個機會 你們這邊的收視率也很高 all the youngster whoever 你們看到有這種product placement please don't get angry 全世界的電影都是這樣拍的 真的會騙你 因為好萊塢的 你看到很多片也是很多 很多電視劇通都有放 因為這是五一一來balance up production cost的 五一一個方法 製作很貴 有時候現場來兩百個人 看你的extra有多少 所以是這麼多人在吃飯 我們如果不要拿sponsor的錢的話 你單單透過電影的票房回收 in Singapore is very very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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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便給大家解釋一下 ok 電影票房怎麼分呢 製作費是一百萬 我必須要box office 300萬 balance 如果你沒有300萬 balance 你的電影根本就是很難的 300萬是break even還是profit break even only 因為as a producer you only get 30% 33% share 所以他就是分這個給你 其他的他就給CM ok 你們一直看CM這麼舒服什麼 他拿我們的錢 是拿不起來 說對了 我沒有怪他們 因為他們的維持費也很高 他們Aircon 他們的租金 All these are very expensive 這個business 他就是這樣定下來 從以前到現在 你不可能改嘛 最過癮的幾個product placement 我的電影生涯裡面 做得最好的就是 記得嗎 Aboy's Domain 3 Saba 他們整組人不相信 order那個blacktop 啊 那個我有注意到咧 我覺得那個就 那個就是最厲害的 沒有人compray 可是我覺得是因為 我們做video是免費看 他們還不會罵到這樣才 夜市院是 我可以跟你講 Netflix 反倒是沒有這樣多人 在講August的project 因為Netflix OK你付錢 可是你Netflix你不是付錢 特地去看那不定 就沒有這樣多這個comment 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product placement的東西 你跟你的那個 Client講話的時候 去討論概念 會不會覺得他們很多pushback 很多resistance 會 會喔 一樣一樣 這個我 你會跟他們講嗎 如果你真的要的話 你不會限制我的創意 很難的 所以拍戲在新加坡 其實很慘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第一 製作費不高 對 那我們只能夠靠 product placement sponsor 來扶持我們 我今天要派 Our Voice Domain OK好 Our Voice Domain 我要派打贊 你看打贊 那個字 媒體就是 哇物質啊 這個啊 很多東西都是 Special effect 這些都是錢 都是錢 我們講小孩不笨 因為我有台灣的朋友 他跟我講 台灣有些很舊很舊的西緣 台賽 到現在 台賽播 我跟你講 你還有收錢嗎 我告訴你 台灣有一間戲院 叫做在台中 叫萬代福影院 它是屬於二線戲院 什麼叫二線戲院 就是他們放了第一輪之後 他會拿來放第二輪 所以他看了我的電影之後 他是覺得 很吻合 這個台灣人的道德思想 比如說 孝道 OK 那個孝道 他們看到了 他們覺得很感動 所以每一次他們看那個 戲裡面看到那個孝道的時候 他們就一直會 掛在嘴邊跟大家講 所以變成這部戲 他的一個知名度很高 而且在那邊上映了多少年 一直上映到 十三年左右 最後呢 因為疫情 沒有辦法運作 才倒閉 現在好像倒閉 然後他老闆過來講說 他會不會這樣 我不懂真的嗎 以前的Edit movie的時候 是折磨嗎 老闆真的是痛苦道 是真的直接電腦 不是用電腦的 對嗎 剪電腦啊 真的是 真的是 這是有點電腦 他會不會 很耐的 然後他一捲 一捲大概四百尺 四百尺大概拍三分鐘左右 蛤 三分鐘 你最多每一兩戲 五個Dick 最多 台灣另外就是他還要去充片 充片還要燒心 嗯 這個過程 is wasted a lot of time 當有一天啊 他慢慢轉成Digital的時候 Industry的人呢 是很高興 但是很懷疑 怎麼有這種事情發生 那麼你想像的那個剪片 他真的是一轉frame 跟一轉frame 他要的這段 他剪這樣 然後他是用斜角黏住的 像我要 我要Take這個Take 接這個Take 我第一個Take 我接完了 我講 Actually你給我多半秒 怎麼辦 了 那個可以啦 他的Machino是很好 他是很accurate 他是一個Machino有24格 一格 兩格 三格 他是很準的 你要剪一格兩格都沒有問題 他只會一秒24格 但是你記得他就是影片在那邊 他一play 你就看到那個影片的抖 然後一停 停了之後 他就 一 然後就 你只說 好像很好玩 你蠻多幸運啊現在 痛苦痛苦 你知道嗎 I would never want to go back 那個名字 什麼 一個Machino 好像是 Burn 有些時候可能是 Burn In Burn In Burn In 以前 很久以前 Burn In 有的時候 Burn In 現在 The term也是叫Burn In 所以哪一部電影 開始是數碼的 我拍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部叫做 I 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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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部我就是第一次又數嘛 然後有鏡頭也是數嘛 然後剪片也是數嘛 所以我們是很驚奇的 就哇 啊 這樣剪啊 哇 那我們要剪多少 多久都可以 他沒有問題 他做全部沒有問題 是不是比較 significantly比較便宜 便宜多了 便宜多了 因為他沒有那個一卷 400 400尺 大概400塊 所以兩個打MG 10次都OK 20次也來的 不行 我們是MG 其實我覺得當時那個年代啊 你要真正去做到這個拍攝 當導演的話 你是很費功夫 跟很費力 就是要你很有熱忱 所以這次你拍 錢不光3的想法跟那個 心路歷程是怎樣 我本來是答應觀眾說 每10年拍一個戲過 所以第一次的10年就拍了2 和2到3 我一直停這麼久沒有拍 是因為我覺得金融的體系啊 還沒有做很大的變化 嗯 什麼叫很大的變化 還是一樣是錢 還是鈔票 還是股票 所以來 Nothing new after疫情之後呢 我覺得他真的是脫胎換 有Crypto啦之類的 Crypto currency 我們戲裡面叫什麼 Crypto currency 對 對 港通申訴 中啊你 被砍幾刀 500千 你看他有這個錢賭 賭輸欸 所以就是你要輸就沒輸 所以你看啊 這個年代啊 有他新的一種金融體系嘛 對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來好好的比較記錄一下 當然這次 你問我是不是講這種東西 其實我沒有去太多講這個 Crypto currency 我覺得啊 錢的問題啊 還是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跟人有很大的關係 你有錢 OK 你問人 還能夠是你嗎 還是你有了錢 你變得不是你了 OK 有錢是不是能夠擁有一切 他也不一定 所以呢這些就是比較社會性的一種探討 那麼當然是透過比較喜劇的 包裝 我們幾個啦 我國王會跟我們三個 就是老搭檔 所以我們這三個人同時出現 希望大家能夠再給我們支持 我覺得一定是打賣的 一定打賣的 我覺得一定打賣的 聽說已經是差不多 場場要爆滿了 對啊 真的是希望 話不經不不道了 你們懂嗎 你們懂 我頭髮現在這樣嗎 我要去看他 去看 你就看他的前因後果 怎麼我頭髮現在這樣 以前我小時候 我以為我爸爸 很多笑話 講話很好笑 因為我長大了我在看他的戲 然後我會發現 那個jokes都是他寫的 他都是 都是從他在跟我們出來 為什麼我爸爸想的東西 為什麼他那麼好笑 原來是在偷你的笑話 好像脫褲放屁那些 哇你怎麼想到這種笑話 對對我們有很多台詞 你有什麼想法 可以把新加坡的電影 國際化 要把新加坡電影國際化 他其實你講難 他也不難 你講容易也不容易 但是因為我坦白講一聲 很早期以前 就是那時候IMDA 因為他們定位是說 要幫忙 写國際化的電影 看了他們才願意給錢 你去拍 因為他們說就叫國際化 我就跟他們講說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坦白講你要國際化 我們的人沒有國際化 我們的導演也不夠國際化 你知道嗎 你們也不知道什麼叫國際化 做不到的 為什麼呢 第一我們的口音做不到 對對對 我們的口音做不到 甚至做得到的台灣啊 大陸啊 他們那些圈子裡面的人 他們已經很習慣了 對 所以那你說要拍一部呢 真正國際化的電影 你問我 我當然知道 二戰時期 新加坡淪陷 跟日本兵打戰 可以 我們很多 阿伯阿神 跟他們打 一定好看 那個我可以 那個你可以 那個你可以 阿伯阿神 阿伯阿神 阿伯阿神啊 他就是流氓的 他平時被人家看不起嘛 對對對 今天啊 日本兵來了 他不要命就跟他拼 幹什麼 他保護那些家庭婦女 講得都開始越來越美 你看 這種情節就很趕快 我覺得最close to international movie for新加坡對吧 是crazy rich nation I mean it's not a Singaporean but there's a lot of 新加坡的背景啦 還有我們的口音 他真的是setting而已 他口音也沒有很多 但是有一些部分 但是我告訴你 crazy rich nation 我覺得他的一個賣點 不是因為他是crazy rich nation 他的賣點是因為 他是好萊塢的製作 對 因為他好萊塢的製作 他已經給你先入為主的觀念 什麼叫先入為主的觀念 第一他來新加坡拍 有很多人在support他了 第一 第二呢他來的時候 都是屬於那種很 好萊塢的方式 丟錢什麼都不怕 對不對 然後第三呢 就是他們好萊塢的那一套 賺錢方式 是屬於一種比較 我覺得他是比較 有一個標準的一個做法 SOP marketing啊 全部都是SOP做啊 你怎麼跟他fight 所以是因為他是好萊塢的一個關係 如果你今天把那個導演拿 導演說你不要按到好路 你自己再拍一部看看 就不可以了 就不會像這麼火爆 也可能也會啦 不是說完全不會 但是我覺得是有很多的因素啊 使到這樣的一部電影 很受新加坡人的一個崇拜 對 所以你是覺得本地人不夠支持我們本地製作 不是這樣子講啦 本地人呢 其實他的想法就是說 我就花這個錢 我要看到啊 我國的地的東西 對 如果你的東西不是國的地的話 他不會說 哎呀我support you 哇你給你計算啊 就這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啦 可以啦 我跟你的話碰到 哎呀什麼東西 哎你有骗嗎 哈哈哈哈 其實我看你笑的時候 會想到 梁溪妹那個 那個拉完他的臉就變了 我這個character是屬於 屬於製造的 OK梁普波呢 是我們這個 搞笑行動的創作 當時呢我去台灣拍一部電影 朱元平的電影叫雜牌軍 我去那邊拍的時候呢 我就接觸到台灣的很多朋友嘛 他們就跟我講說 哇那時候最流行的就是 有一個老人家 在日本 老人家 但是男扮女裝搞笑的 然後在台灣後來也copycat 也做了一個就是羊飯 來做 那一樣 看了之後我就覺得 OK啦 那個時候 我跟林毅銘 Moses We don't want to do slapstick 因為那兩個correct 是very slapstick 而且他們是 很黃的 但是我們這邊不可以黃嘛 所以變成說我們在創作上 還有很大的一個挑戰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的date回來 就跟我的補優社坐下 大家看 研究一下 就看看看看 看喔 驚訝一下 我的整組人喔 一直看一直笑 一直笑 一直笑 然後說 It's so funny I say it's very funny Jack very funny 他說 We should do this 然後我就跟Moses 他說No啦 but it's very slapstick 後來講了半天 最後他講說 哎呀 直強直強 你做一集一集 Try一下 一集啊不好就不要 然後說真的 那個衣服啊 也是很標準的 去那邊拿幾件衣服 也沒有說金色 你真的沒有想到穿這麼久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在跌倒嘛 有八百個人跌倒 八百個人 我記得那一次一走出來 我還沒有演 觀眾 哇 對啦 哇 這樣powerful 我們都很surprise 哇 還要powerful 然後我們就做 不管做什麼 做什麼 大家就笑一笑 你自己覺得不好笑 對 我覺得不好笑 他們覺得很好笑 我就跟摩世傻 我們兩個亂掉了 因為我們都懂得設計那個笑點 我們一加一等於二 我們意思是講 那一場我們真的是 你真的是幫一個屁 他們都 哇 所以 the first impression for us 連觀眾第二天就開始 彈那一次live show 哇 昨天那個良婆婆太好笑 我接了很多朋友的電話 你這個角色太好了太好了 you so finally continue to do continue 他說okokok 然後我們就開始定下來 後來想到良婆婆一個故事 就是他去接阿龍 結果他不小心殺死了阿龍 他就逃亡 逃亡警察就抓他 就變了一個故事 所以我Israel 全部在電腦裡面做 我們還有special force 從二樓這樣滑下來 要抓良婆婆 我記得喔 我在喜悅裡面看 良婆婆從出江湖的時候 那個是電影 跟曾志偉的對不對 他拿那個槍放嘴巴的時候 我那時候我還小孩子嘛 我因為良婆婆都死掉了 我哭了 我哭了 那是水槍 水槍 哇你要記得喔 我記得 我記得 所以良婆婆其實是一個legend 很奇怪 良婆婆跟Mr.Bean同期 對對對 就是 together 所以那時候Mr.Bean也是很火爆 良婆婆也是很火爆 然後after that 現在Mr.Bean他也沒有做了 所以良婆婆他也快逮了 我們沒有在做 我們上次有做過 最後一個系列就在做 就是歡喜就好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們去看歡喜就好 第四系列 Happy Can Already 4 裡面還有很多很經典的很好笑 然後呢 Happy Can Already 總共有四個系列 三集是良媳媚 一集呢就是良婆婆 所以良媳媚先還是良婆婆先 良婆婆先 她良媳媚 所以良媳媚呢 那就是等到良婆婆的那個過程 也已經來到 又是來到一個瓶頸了 OK 那時候Moses Lim 剛好又被香港的一個電視台 請去 所以她就離開了我們 然後大家覺得 好像突然就空掉了 然後老闆就講了 他就說 Don't worry 我們在create一個character OK 他們就講說 什麼character 但是你做一個Auntie 反正Auntie也是蠻討好的 OK啦 這個就真的花時間 設計造型 everything 放屁股 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良媳媚才誕生 然後良媳媚就是 以跟國皇輝哥為主的 因為之前 Lion King 對 創造的這兩位人物 對我來講 我覺得在綜藝節目裡面 我覺得非常滿足 這種人物 被大家永遠記得 是不容易的 對 而電視台剛好又有這個平台 剛好我們這批人 當年也沒有Internet 沒有什麼其他的串流品 沒有其他串流品 所以我們就變成說我們做什麼 大家都是會很 我要出一個馬婆婆了 馬婆婆你 這個年代做得很好 你可以馬尼帶三次 你可以一次過 尷尬上個產品 你在拼職了 你現在要馬婆婆 拼職了 不是阿伯來要馬婆婆 所以你知道 當時做這種喜劇 主意是哪裏 主意就是參考 卡丼 卡丼 Dom and Jerry 他真的 看Dom and Jerry 看Mickey Ma 我們就是看看 覺得這些角色 你看為什麼 Dom and Jerry 他就追來追去追來追去 所以你就 戲裡面你看 Lion King 還有媽媽 就好像Dom and Jerry這樣 我們常常會吵架 會罵 其實後來真的 因為卡丼的 我跟你講還有一個人 就是誰 周星石 OK 周星石拍的戲 他整部戲 其實就是卡丼 其實那時候我們 已經有這個概念 要這樣子做 不過他一殺出來 少林主角 我覺得他做得非常好 做什麼 卡丼是每一個人類 都可以接受的一種喜劇 喜劇的一種物體 我記得我在 很早期在文工團的時候 明星人大法卡丼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我訓練我們的演員 全部人坐下來看卡丼 真的 所以看卡丼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做 那種commit timing 這種commit timing 你就train得到這種commit timing 但是啊 輝哥就很有資源 沒有輝哥他就是 他就是好像天生的 天哥沒有演 他就沒有演 我覺得他不在演 輝哥的commit timing 就是沒有演的 其實全身都是commit timing 為什麼有人就是可以這樣子 就是 天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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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他就坐在那邊 他不要動 他只一動 大家好好看 真的 真的 不用變婆婆 也不用變女人 你們這次看 錢不光用三 你們留意 你說 輝哥光的演技 誰比較好 好 我們電影幾次上映 我們的電影是2月1號上映 為什麼2月1號呢 因為我們要大家 更快的來看這部電影 然後2月10號還是會繼續上映 2月10號是過年片 還是過年 但是2月1號有10天的時間 給大家去充票 我們希望這些人能夠 獲得好的這個票盤 同時我們也會做一些直播 你可以看我們的直播 演員做直播 這次很高興我們帶了幾個新人 因為每次帶新人壓力都很大 但是剛剛他們看完 媒體看完 他們對新人的表現 是非常非常的認同 而且給他們很高的一個贊賞 新生帶的有Braven Kelly Kane還有Ivan 還有一個女生 還有你 Regina Regina 所有的年輕人 我在這裡正式的邀請 公司邀請你 公司邀請你 請來參加我的爸爸照 怎麼參加呢 爸爸照叫做P.P.Z P.Z How to join very simple The best is bring your 阿嬤阿公 bring your father mother come and join us Every Sunday morning 7.30 我們在一個地方 做Morning walk OK For what we do that very simple 你一到了之後 你就是跟新人處報名 你只要帶自己來就好了 不用帶什麼 水要帶 然後你們穿你們的 exercise的衣服 就這樣 you come and join us 每一個禮拜 我帶你們去走 走多少公里 可能四公里 可能來回七公里 可能八公里 如果你在中間 我們有休息 休息的時候最好玩的 我們會唱歌 我們會開玩笑 我們會給你很多很多 不同的一些知識 跟你一起分享 OK 那個是大家覺得最好玩的 我們有聽過 幾百個人了 幾百個人了 你們其實應該來 有機會 有機會幫我拍一集 OK 拍一集 那就OK OK 我講話 我講話 你們就講話 你們來看 你們自己來走 一定好笑 比如說什麼 我們的人數不是二十個人三十個人 我們曾經有去到一千四百個人 哇 一千四百個人 一千四百個人 比幾走路 在Santosa Santosa那個最大 但是我們平時大概是五六百個人 蠻好玩的 所以請大家記得來 join我們 這個練習 這個練習 不是只有 成年 學生 不要誤會 這個練習 這個練習 主要是 主要是 整個家庭 只要你覺得想跟 父母 父母 混合的話 這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當你走 然後你會說 然後你會唱歌 我們會教你 How to become soldier 好 我們希望梁島的 全部夠用三 全部夠用大嘛 Yeah 好 好 所以謝謝你們收看這一集的 你OK嗎 記得打開小鈴鐺 還有subscribe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下一位嘉賓 你們想看到的是誰 下一集見 Bye Bye 謝謝梁島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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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